卢大锤还拍到了CEO 说他之前陪欧阳娜娜半展办到四点钟 然后那时候欧阳娜娜妈妈还有家人也来北京 也是CEO接待的 说CEO的酒店离欧阳娜娜的展会只有一公里 凌晨四点收工之后 娜娜直接上车 CEO站在路边打车 然后说在北京的时候两人经常在一起 只要看到这个男生 一定能看到欧阳娜娜 但欧阳娜娜去横店拍戏后 他就再也没出现过 最后给CEO点了一首 可惜不是你 CEO是练宗喜欢你我也是的一个嘉宾 牵手成功后没多久官宣分手